耶,我们在嗨个什么东西啊 Hello everybody,Happy Monday 希望你今天能够过的开心快乐的哦 有一种回光返照的嗨嘛 就是昨天很晚睡 然后今天 剩下限速还在你知道吗 看得出我们昨晚很晚睡吗 看不出,看不出 人光焕发 有有有 你妆刚刚补的很够 讨厌 我们今天一起穿黑耶 对啊,好巧哦 所以我就是睡不够就穿黑就对了 对对对 真的,先拍 因为脸色跟衣服一样 有人说 DJ君,J君 你们不要失望 不要气馁了 明年再来 永远在这边支持你 我们没有失望了 还好啦 我们昨晚还去吃宵夜 分开吃 我们新节目 所以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 对 明年就是我们的啦 我们等一下就有想想 明年上台要讲些什么 这样子 你看今天多么励志 宏耀哥27年来第一次 对耶 那因为我眼光泛泪耶 还有等一下他上节目的这一位 他也是等了很久好不好 他的红星大奖演技奖 等会一下很快会到空中 联系客户 我们不啰嗦的这个节目 是 OK 基本上他一拿奖了 就马上来上节目就对了 嗯哼 所以今天一定要有请他 欢迎 红星大奖202的最佳男配角得主 徐明杰 欢迎杰克里 嘿 yes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明杰 hello 大家赶快上线上线哈 恭喜他恭喜他这样子 因为这个奖项呢 他也等了许久 诶 你在台上说你入行几年呢 十年 十年了 天哪你也十年了徐明杰 所以你这个时候情绪缓和过来了没有 等了这个奖项 等了如此之久 对 哇终于拿到了 现在的心情 OK 呃很奇妙这一路来 因为其实 有入围过嘛 对嘛 就但没有拿到 但是我第一座 其实奖项除了才华以外 其实是亚洲电视大奖 最佳男配角 嘿 对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我 其实一直很想要红星大奖拿一个最佳男配角 嗯哼 你觉得要在新加坡得到一个肯定吗 对不对 因为从这里出发 不是说在新加坡 就是说在自己的家里面拿一个 嗯 嗯 就会感觉我希望我希望自己亲生的妈妈为我感到驕傲 嗯 结果这一等等了 对 等了很久 10年 10年 10年了 对 所以我们算什么 我们等一年而已 才5个月 半年不到我们这个双结坤 也是 成立了才5个月 我们这边自我安慰什么东西啊 没有 所以我说像明杰等10年你知道吗 所以昨天我可以了解他在台上有多么感慨一件事情 握到那个角 我看到你上去哪里都有点不可思议的 要把那个讲座拔起来的时候 然后看着他眼光有点泛泪啊 讲真的你有想到会是你吗 其实呃我有我都有看那些就是说大家的一些低策啊 嗯 对 那其实我看了我很开心 对 但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压力在我身上 嗯 因为有些时候我大热不一定拿奖 嗯 你就怕希望太高 失望会越大 对不对 没错 对 所以我一直在压我这样的一个期望 这样子 嗯 对 但终于拿到手了啦 对 你拿 你从那个机器人接过这个奖项的时候 你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了 你的第一个念头 其实 其实我有今天一直有看一些朋友 我先来在家里面看的那个视频啦 其实我发现我走台阶走的特别的慢 嗯 对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是一步一一台阶一步一脚印 我走到这个奖杯面前 嗯 我拿奖杯也是很慢 嗯 因为我很尊重这个奖杯 因为来之不易 嗯 嗯 嗯 对 所以 有些时候我在想我会不会有点太感性了 嗯 对 但是 这一路只有我知道 嗯 嗯 对 所以我很尊重这个奖杯 而且这次我的服装穿着也是特别的 为大会很认真的 很比较比较比较严肃一点的一个正式 对 因为往常我穿的都比较有个人风格比较多一点 嗯 比较 比较潮流的潮 对 比较 比较 有型 有个人特色 对对 比较有个人特色一点 对 嗯 所以 所以 以后你就多穿一些正式的衣服 得奖运就会比较高了好不好 石铭姐 哈哈哈 下次你下次入围 你拜托就再穿正式一点 搞不好就再有机会上去拿奖了 呀 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肯定 越来越正式 扭扣扭到这里 哈哈哈 扭到下巴去 可是回看你这十年哦 哎你得奖运不算好嘞 对吗 初年很敢讲哦 真过话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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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真的 是真的 就很多时候 他擦身而过 如果我要你回看你过去这十年 在本地的这个演艺圈的发展 你会怎么形容你这十年 哦 我觉得高潮迭起吧 嗯 高在哪里 低在哪里 高在 高在于我拿完亚洲电视大奖 最佳男配角那一刻开始 嗯 没有啦 才华你就高 才华已经是高了 OK 可是 可是那个高 可是我拿那个奖是两年过后三年过后 因为中间才华过后的两年我有低潮 嗯 你说拿了才华你是冠军对吧 对我拍了两部戏我就停了一年没有戏拍一年半 所以那时候我唱 拿了冠军反而是魔咒哦 没有就是说因为这个故事很长 那当时有一度我陷入了一点点轻微的抑郁 嗯 OK 对那我拍了两部戏之后我就开始没有工作 那直到后面我的经理人发觉他现在已经没有在公司了 他带我去呃外面的制作公司去推我说你们用他吧 因为就是他是才华冠军这样子 对很不错 然后我就开始接到一些工作室开始做小孩子节目 然后一步一步对我就主持小孩子节目主持了大概有大半年 然后大半年过后我终于接到一部戏剧 嗯 然后那个叫marry me 嗯 娃娃的制作 那通过那一部制作很误打误撞的就拿了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男配角 嗯 当我拿了之后我就重新回到公司开始有人用我 嗯 被被看到了 就是当时在娃娃遇到一个监制 嗯 他说我要用你 嗯 我回去了 我要用你下一部戏 那我之后就开始重新又在公司拍戏 同事也做主持 嗯 对 那后面戏剧越来越多就越来越多戏剧这样子 嗯 所以为什么高潮叠起就是后面还有一个高潮又有一个低潮 对 那这样讲的话可能要讲到很迟要我们要吃宵夜这样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演艺圈的生涯就是如此 很多时候是看运气的 对一定有高一定有低的时候 对因为不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个节目等待着你 也就是为什么当每一个演员就在一份工作的时候都特别的珍惜 嗯对吧 那老实说你现在算另外一个高了哦 一定拿奖了哦 是啊 那你会不会很怕说哈哈哈哈 之后又落下去是不是 对这个很常 因为你在高点呢 你只能可能很难再往上去了 对对 很多人就说你高完之后一定要往下跌的 你会不会怕 我 我觉得这个奖项是给我一个警醒 一个警钟 这个奖项不是让你去到一个高点 而是要你维持在你现在 甚至于你要更加的谦虚谨慎走每一步 因为曾经我已经跌过了 我不要再跌了 不然的话我是笨蛋 哈哈哈哈 对 所以所以对我要时刻提醒我自己 这个奖项只是给我一个鼓励 对 而接下来的路你还是要继续谦虚的走每一步 这样子 对 我其实觉得明杰近几年蛮多高点的 因为不是gag啊 我讲dessert啊 不是那个高点啊 是 是他其实在他的演艺之路 像有很多跟海外公司的合作啊 到国外啊 就疫情前到国外拍戏 我看到都是徐明杰 小娘惹徐明杰 罗明依也是徐明杰 其实我很感恩的 这都是很高费的经验啊 对我很感恩公司给我这么多机会 可以跟海外合作 其实从以前看 我有去日本跟日本电视台合作 我有去马来西亚 我有去台湾 我有去香港 我有去中国 其实这些地方 我去合作的东西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梦寐以求 当然我在那边所吸收到的东西 让我真的是获益很多 对 我看 真的我很感恩那些经验和经历 这样子 嗯 现在只差一个最佳男主角的奖项吗 是吧 下一个目标 是哈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好好地聊一下呢 这个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哈 当然除了那个得奖的话 对你的目标应该是跟我不一样 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一起来听歌 哈哈哈哈 这是周杰伦和杨瑞带的等你下课 如果你要跟明杰聊聊天 或者是呢 祝贺他赢奖的话 可以上线哈 Facebook.com slash yes 我们在直播上面等你啊 继续来听歌 你住的箱子里 我住了一间公寓 好 对很多人来恭喜哈 是 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啊 呃 有人说 明年我们拿下男主角 义伟啊 嗯 这昨天拍的照片 他的头像 昨天他们等我等到 呃 两点 哦 他的这头像是你们昨天拍的吗 对对对没错 我记得你我跟你讲 明杰的fan club的 有几个我特别 我特别记得的 义伟就是其中 超高的他 当中的这位 他们就是 有很多是 真的一路陪你陪了十年 对不对明杰 嗯 我记得 好像朋友这样 是 so sweet ok 这位也说是你的粉丝 哦呀 对对对对对 他有一只 每一次在我的IG 点我 对 hello你好 嗨 ok 然后呢 有这位 慕音 说恭喜恭喜 恭喜明杰 佩佩说 演得很好 谢谢 我们也看到了 Gerald的简讯 Janet的简讯 我好多人留言哦 慧萍 永远最佳男配角 谢谢谢谢 明年就是永远最佳男主角 加油 Crystal说慢慢讲啦 他们要听故事 对 哦 哈哈哈 他们可以一路陪你到我们吃宵夜都行 No problem 哈哈哈 他每次都很喜欢听我讲故事的 你跟粉丝们那个碰面的时候也会讲你的故事吗 还是比较少 会啊会啊 因为我跟他们好像朋友这样 OK 嗯 对 因为他们通常是聚餐吗 聚餐 唱K 啊 唱K so cute 终于现在可以继续唱K了 yeah 呃 对 其实这些事情现在都可以做了 明杰你觉得你觉得这一次那个你得奖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 你觉得这部戏跟你其他的戏不同之处 还是你你在演技上面有没有特别做什么东西 你觉得这次被评审看到是哪一个点 我觉得是还是那股演戏的热忱 哦 哦 对 有人 其实问过我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多做一点点社交媒体的东西 去拍一点美美的照片 去穿一些 对 但是因为我个人想说 我是演员啦 所以我可能演员的个性比较强一点 嗯 对 所以有些时候就觉得 我做好演员的本分 嗯 我自己我没有把自己当明星啦 虽然尽管很多观众朋友都在外面看到都会说明星明星 但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演员 我只希望演好戏演好人 嗯 对对 对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一次我 我自己有想过啦 应该是这一点 嗯 嗯 你说有点有点去掉那个明星的部分 然后回归最最最最演员最基本的东西 对对对对 我自己演好人 可是他这次演坏人 啊 没有 没有我是说演 演好一个角色啦 我开玩笑 对 欸其实很多人问我欸 嗯 问你什么 你这次演好人还是坏人 对 对我说我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坏人啊 因为我是演员啊 因为我演的是员 嗯 嗯 嗯 对 而且有时候是看角度吗 因为没有坏人觉得自己是坏人的 也是这样子 有啊 有自己的 就是你 对你从那个坏人的角度 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坏人的 他觉得我是有苦衷 我是有原因 他一定有一个motivation的嘛 好等我一下喔 对 我没有红星大奖的最佳男配角徐明杰在直播线上好 我们稍后呢会继续在空中和他聊天 大家可以呢赶快上线 daiso.com slash yes 九三三 yes 九三三 路况情报 以下两条路段都发生了交通事故 KP1条TPE过了Airport Road的入口之后第三条车道 还有Budley Road前往Tampines在Woodley的这个隧道 那里请避开右边的车道 yes 九三三 路况情报由DirectAsia代理你 新加坡最受信任的保险公司DirectAsia气质保险 让你按照个人需求定制投房项目和费用 立即拨3跟6 5跟5购买 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存保特定金额 yes 九三 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很好哦 我没有要问你婚妻的事情啊 虽然很多人 接下来要问了是不是 很多人疯狂的留言OK 我没有要问了 我昨天已经问够了各位 我昨天我们两个人在后台也聊了很多 对对 你们昨天做的那些视频 是不是很快就要 对很快 很快出街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OK 哪里可以看到啊 一出街 一出街我们会跟大家说 好像是Mewat和YouTube都可以观看到 OK 嗯 因为太多人烦她婚妻了 我这边我就不烦她了 哈哈 我觉得 这么多人问 问到那明杰已经有自己的template answer了 哎 没有 这个 answer 我今天看到有一篇报道是说 她没有回答 啊 谁 有人讲你没有回答 没有正面回答 就是这样 那个文章的写法就是 呃 问她几时会求婚还是温期 徐明杰没有正面回答 就这样就结束了 嗯 请问是哪家报馆 哈哈 我等一下去找一下 到底是是是是是是谁 是谁写的 你都没有正面回答 是不是你有闪述是吗 嗯 其实我昨天的回答都是聚焦在 呃 Felicia的十大 哦 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 因为我 因为我一直很紧张 真的我昨天真的很紧张 超紧张的 你说替她紧张吗 那个环境 对对对 替她 对替她紧张 哦真的 哇 而且她说你那天晚上 就把她投票投到凌晨两点钟 是不是 哈哈 对对对 无限次数嘛 所以你居然是疯狂的投票吗 嗯 没有错 我边看电视 然后边在那边投这样子 然后还要 证明I am not a robot I am not a robot 每投一次都要对不对 我已经 我啊对 我已经很清楚 那个traffic light是 大概在你的脚 哈哈哈哈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对对对 第1至5 下5点到晚上8点 中坤华 张颖双 YES933 双杰坤 我们这一下再说 我今天不会烦那个 徐明杰婚期的事情 因为呢 我昨天其实呢 后台有一个段访问 我已经跟她 跟Felicia聊了很多了 所以大家等那个视频出街 但是我 快了快了 今晚或明天 但是可以聊的是呢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昨天也在后台呢 看到那个Nick 一直帮宏林投票 我相信你也不例外吧 就是还没有公布十大之前 你这个 作为这个好男友 应该也是很努力 替Felicia投票吧 我没有耶 我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我的手机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可以投票 对 所以我在家 我是拿 我的iPad 电脑 拿我的iPad 所以我出门 我基本上就没有带 对 所以我昨天到 公司化妆做头发的时候 已经是差不多一点半两点 是蛮迟的 对 因为我的call time比较早 所以我比较迟去 对 所以去 我出门的时候 我就不投了 对 我就再也没有投过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张俊玉 丢这么疯狂啦 哈哈哈 哇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支持自己的女友 欸我真的僵欸 我真的吓到欸 我自己也吓到欸 我说蛤 不要吧 Felicia又要再等一年了 不要吧 很恐怖 真的我差点要哭欸 然后我真的是 后面觉得 哇 汉伟大哥拿最佳男主流舞 掌声鼓励 太好了 演的真好 所有的朋友欸 真的 我觉得很sweet的那一刻是 明杰牵起Felicia的手 陪她走到呢 那个呃 台下 让Felicia自己走上去 我觉得那个蛮sweet的 Felicia也很甜啊 她也讲了说就是 去年没拿是挺好的 因为今年可以一起 因为今年可以一起 哎哟 对 够了 真的 在那里撒狗聊 够了真的 哈哈哈 这是最美的安排 哈哈哈 yes 欸 讲到那个最最美的安排啊 接下来呃 明杰我们刚才讲说好 会想要呃 接下来挑战一下最佳男主角 这个奖项环节吗 就是多演些 嗯 这是我的目标来的 从我学习表演开始 我就是目标就是最佳男主角 无用置疑 但是我觉得我不急 嗯 我还是要踏踏实实 一步一脚印 因为曾经我急过 但我跌倒了 嗯 因为当你还没有学会走路 你就想要跑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很踏实 然后谦卑的像呃 前辈们和晚辈们学习 嗯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 值得我学一些地方 然后当我学到了 时间到了 那自然而然 机会就会来了 机会就会来了 但我不希望等十年 哈哈哈哈 对 你有没有想要演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 或许你觉得 你觉得自己可以衬托出你的演技的角色 一个男主角 对 一个大男主的一个角色 我 我 我觉得我 很想要演那种 呃 坏人 嗯 但是 亦正亦心 没有就是在戏里面可以表现出他 善良的一面的一些角色 对 因为我发现普遍的剧集比较少 坏人就是往死里坏 但是他没有 没有表现出他善良 但是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 因为 很多剧集这样 因为这样的延伸 就让别人觉得 这个坏人就是 就是坏到死了 对 嗯 对 可是坏人可能也有他 他善良的一面 所以他不是绝对的坏 他有灰色地带 他不是这么刻板的一个人物啊 我 我我蛮想要挑战这种比较灰色的人物 嗯 对 这个我觉得很有挑战性 嗯 要拿捏 当然我 我觉得我也要更多的 呃 演好一些内心戏这样子 ok 对 我有跟明杰演过戏 我每次 哪一部啊 嗯 我们是从 我们经常演啊 对我们经常 我跟你讲 我碰到的都是许明杰 哈哈哈哈 然后呢 明杰是 我们才是最强CP 哈哈哈哈哈哈 这应该让我们入围了好吗 你看成功力都没有这么多次好不好 哈哈哈哈 真的 然后明杰跟他演戏呢 他是很活的一个演员 嗯 就是他的他的台词 会很活的来 然后他的演法也是很活的 嗯 可能第二次来的时候 他有不同的东西 加入很多集星的东西 就是每一个tech有点不一样 这样子 是是是是 所以跟明杰演戏很好玩 就很像打打乒乓这样子 呀 我们下一部什么时候啊 徐明杰 哈哈哈 我打给监制 哈哈哈 麻烦一下 可是刚刚我们其实一下 有有有聊到说 他他觉得自己呃 现在是要当演员嘛 嗯 就是要当当明星嘛 可是 你知道这这两者之间 有些时候在演艺圈呢 是很很模糊的一件事情 然后观众看 是不是也很灰色 对 是很灰色 绝对 是吧 那呃 大家看你会觉得 你就是明星啊 这样子 你怎么说你是演员这样 那坦白讲 像比如说 红星大奖 最受欢迎的奖项 哎 你现在目前一座嘛 对不对 对 嗯 你你你其实个人有没有想说 我希望可以拿到我的第二座第三座 这样子跟凤林一样 慢慢的一年一年 一步一脚一步 嗯 嗯 其实专业奖项还是排在前列 OK 当然如果我也 嗯 对 如果我有机会可以入围的话 我真的很感谢 只能说可能观众 那边已经达到一定的认可 那我也会努力去争取 既然就入围了我会尽力 嗯 对 因为我也不希望辜负支持我的观众 嗯 但是专业奖项永远是在前面 OK 我的目标如果是奔着十大去 那我这一年可能所做的东西会不一样 嗯 哦 明白 可是他刚才已经说了 他想要 他认为自己是演员 不是明星 所以各位 为什么你看啊徐明杰的IG都没有什么 那种哇很自恋的 很帅的 我现在看一看 因为那些照片你只会在张影霜的IG看得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今天做的事情很不一样 哈哈哈 其实我还是没有入围 哈哈哈哈 可是明杰的呢 他就是走那种的小日常 让大家更知道自己日常生活 因为我觉得我在荧幕面前 做演员已经给大家看很多了 我希望在我的IG分享更多我的生活 然后给大家看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的 我喜欢什么 我觉得会有点不习惯 因为他毕竟八公子出来的 对不对 因为八公子大家就觉得说 你们八个都是明星 那个光环你觉得已经脱下来了吗 你成功脱下来了 哇 我觉得我觉得现在八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定位啊 嗯 对啊 对都想要去到自己的方向啊 对我来说Desmond就是明星啊 他就是闪闪发光 嗯 对就是他昨天红弹我一看哇帅 太帅了 对罗喵也是出来很有气势 对明白 你也不赖好不好 你也不赖 而且我发现徐明杰刚刚换了他的这个IG的头像 是昨天和凤铃一起拍的 是结婚照吗 哎呦 哎呦这个好难focus哦 这张 这张有点算是你懂啊 你去那种婚礼的时候 外面不是有resetion吗 对对对 接待处就放这张啊 很难看到的 下面已經有兩部戲 現在手上一部戲在拍 8月還有多一部戲在拍 所以希望可以抓好機會 然後爭取明年還可以入圍紅星大獎 得不得獎無所謂 得不得獎無所謂 但我想要入圍 但我盡力而為 加油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下半年已經檔期滿了 沒有時間求婚跟結婚 是這個意思嗎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他 明杰我是想跟你說 明杰我跟你說 很多女人呢 有一句話是這樣子來著的 時間就像乳溝 擠一擠就有了 所以無論再忙 該做的還是要做 我們不是說不要吹婚的話 你幹嘛吹她 作為女人 真的原理場 發表一下 你是要代替鳳凌 ok 好好好 二威樂畫我鳴記在心 ok 好 那我們在這裡呢 也要祝福你 ok 接下來的一年呢 順風順水 希望明年呢 可以看到你再次站在 紅星大獎的舞台上 ok 加油 明杰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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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們節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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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